你是在床上啊 你啊 诸位你听到这个 不要难过 哎呀糟糕了 没指望了 好吧 回去就放着 反正也没开悟 凉也不好啦 凉啊凉啊凉啊 也不想送经 也不想用过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师父讲这个 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 开悟非常重要 你要自立 要立它 要超度亡灵 它才有强而有力的力量 知道吧 所以你一定要用功 还是要用功 还是要多念佛 我讲这个典故 不是说你听了以后 凉了一半 这样我哭了 没什么指望了 反正回去就休息了 我师父 我生也没好也没烂 不能这样子 你还是要送知道吗 还是要送金刚经 还是要送阿弥陀经 多念佛 还是要求佛加倍 还是要用功 意思就是说 开悟很重要 的意思 你好好修行 好了 底下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今行之 即惠明 是也 那么 能月 你现在修行 就是你 你的本性 因为你不了解 你在清静的本性 所以我现在开始 在惠明就说 哎呀 我接受你的指示 哎呀 太好了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现在我是真正 做一个修行人 你是我惠明的师父 你啊 就是大修行人 就是我惠明的上人 因为你开始 我让我大彻大悟 能月 哎呀 奴隆如是 无语如同 同思黄梅 你如果见信 我跟你一样 都是黄梅的弟子 无足的弟子 善自护辞 明 又问 说惠明 今后 向什么出去 哎 我要往那边走呢 能月 惠人就说了 逢缘 则子啊 一蒙 则去 他也学这个五足啊 六足也学这个五足啊 到哪里子 到哪里安居 逢缘 这个缘就是江西省 江西的远州府 这缘是远州 你到江西的远州府啊 这指就停止了 一蒙 就是蒙山 因为这个远州啊 一坐蒙山 蒙就是蒙山 这居 就安住在这个地方 明礼池 就慧明礼谢 辞退 怎么样 明慧至灵下 明就是慧明啊 明慧明 慧明 会到 这个大 遗陵 底下 为称重 因为 称就是追赶啊 告诉那些追赶的大众啊 称重就是 告诉那些 你们一大群的呢 要追这个一波回来吗 这慧明就说了 方便忘语了 为称重 为 告诉这些 追赶的大众 就什么说了 相智 摧违 相 就是我刚刚啊 智就是灯 灯啊 哎呀 我刚刚啊 灯上了那个 摧违就是 高峻的山林 就是山林 高峻 有岩石 高 而不平的土山 山林很高 陡峭 有岩石 很高 不平的一个土山 叫做摧违 哎呀 我刚刚啊 已经登上了 那个高峻的岩石的山 看过了 竟无中击啊 当别到寻之 看不到人眼 你呀 就另外 找啊 找个地方去找寻嘛 称重 贤以为然 哎呀 追赶的大众 都认为 是这样子了 哎呀 能后置潮汐 我们呢 因为讲了三个钟头啦 有的人从高雄来的啦 今天呢 我们暂时就 讲到这个地方 五点半啦 就让大家休息 哦 哎呀 讲得不好 请诸位多多包涵 啊 咱们